警戒高层大地震 前警政署长陈嘉青一退休 就大不政治力介入警戒人事内幕 由高雄市警察局前局长黄明昭 升任警政署长 前行政院秘书处长吴唐安 升任内政部常务次长 外界认为更显得苏奎人士权一把抓 破格提拔爱将接任警政署长 在党执疑破坏申签制度 严重打击警察士气 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警察人士 申签了一个制度 他能够团聚我们警察的向心力 在执法能够行政中立 每次要调动的时候 通常都会要考虑他的工奖 考虑到他的年资 而不是只是靠关系 拍到马屁的时候 就能够一路升迁 而被指指桥仁士 内政部长徐国勇火大反抄 笑死人的权力是我的 我有什么好瞧的 因为警政一条边 他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 而不是像徐国勇讲说 人事全部是他的 就类似苏贞昌一样 架空内政部长 两座的大院长小部长 徐国勇在主导之下 就变成了一个是大部长 小警政署长 凸显了民进党内部 这个派系的大乱动 来委炮轰徐国勇如此 高调宣誓主权 未来若有重大治安事件 请内政部长下台负责 如今因为绿营派系内斗 恐怕找好靠山才能升官 但百姓只想问 治安责任该由谁来扛 记者长官彭临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